夹娃娃大家都应该玩过吧 那么加入现在 你眼前有娃娃和鲁班 你会先夹哪一个 哼 鲁班是吧 没错 终亏也这么想的 洛比33A1 不小心滑越了 平A拉下距离 空滑上天 啊 还有闪现呢 那没事了 娃娃的细节其实是很多的 比如3技能滑行的期间 你点目标头向走A 还是不会断大的 不过平A期间拉动翻向键的话 那它还是会断的 所以要成为一个高王 刹车平A 那是你的必修客 你看这个远方 它要怎么跑 啊 啊 不是 你看这个钟奎 它要怎么跑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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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知不觉 又到了大家喜闻乐阶段 首家环节 不过玩儿嘛 只要发育正常 抓到机会 翻盘就是一瞬间 刹车 掉头 哼 没想到吧 玩儿上天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怎么用就很讲究了 像手塔青线这种呢 远距离起步 没有残血 咱们就飞兵 有残血的话 还有很多人认为呢 一旦起飞 它就必须得上天 这显然是不对的 因为玩儿得大 提前中道呢 它是可以防患技能CD的 所以目标已经被击杀了 那就不要再滑了 但凡你少滑一次 你就多减20%的CD 这都是细节啊 一般我都不告诉他的兄弟们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当你刚学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下意识地做得很快 并且觉得这就是熟练 可当你真正熟练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 敢慢下来 甚至停下来 这才是真正的熟练 就这样玩儿嘛 敢学会的新手 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火车不是飞起来了吗 怎么没伤害啊 但如果你还处于这个阶段呢 那就倒回去 好好领悟一下我刚才说的话 那么接下来 你可以看到 一个成熟的玩儿 是怎么做的 哇 这个是怎么飞的耶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你完成的耐眉 只要你足够手 你就能拥有 折偶入境 把这个小野猪拿了 加里 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 剩下一个固 剩下一个固 没有一个固 漂亮 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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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看到 这基本是最后一波团了 给你们看看 什么叫做 玩儿就添花吧 嗯 别慌 看我操作 走 你 你就 不是 带 说 说 独特 事 故 犯鸡 这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